有请大班同学先来发言 天天来举手了 我是坚决不支持旅行结婚 因为这结婚是个大事 一定要举行婚礼 为什么呢 结婚证是法律承认 这两位是夫妻关系的 如果举行这个婚礼 是生活上是承认他们的一个结婚证 你比如说举行婚礼的时候 让他们认认 这个是南方的姑姑 南方的银 他都能认认清楚 这个是很重要的 吴爷爷 我是这样的 孩子结婚的时候 也提出了想旅行结婚 但我坚决反对 就我的意思 婚礼是很庄重的 举办了婚礼很累 但说实话很累 也有田奶说认人 我倒不是这个 我在婚礼上掉眼泪 因为老人 这个不是轻易地能够随便能够动心 而媳妇 她父亲领着 当往前走 送她 送孩子都往前走的时候 我立刻就 那心态不是 那心情是很动动动的 就是说孩子长大了 他是 所以这个礼仪 这个礼仪啊 在中国几千年是有非常道理的 他是说明 首先的第一感觉 孩子大了 成人了 成家了 第二 他要单独过了 好多的责任 他们要生活在一起了 对 他只 当那个礼仪 从你跟前走过的时候 就标着他 要成熟的一方面 有失乐感 生命 做老人的看到 虽然有高兴 哈哈乐 但是心里头都 都是有个酸痛的感觉 因为他们俩 都要离开家庭 键 变唱